这样的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 确实是他是被调查被抓 确实是 对 而且就我们最新的了解的信息 就昨天凌晨 习近平安排了将近几千人 上千辆的这个卡车去抓 到总装备部 还有总后勤部等等的 这些涉及到这些李相福 魏丰河等等这些火箭军 那一批人的 就开始抓人 据说也昨天就抓了两百多人 哇 对 就是新一轮的清洗 清洗这个所谓的李相福 所谓的魏丰和火箭军的残余的力量 哇 就是据我们新中国联邦独家的 最新的消息 就是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习近平派 一点钟的时候 习近平派了很多的卡车 去抓他们 而且抓了两百多人 对 几千的军人 哇 对 奇专 对